縣內公財基金應餘達9億多元 但公財基金的補助辦法及對象皆有設限 使得許多社會福利政策並無法從此獲得經費 多位議員在今日的定期會中對於此一問題 向縣府提出建言 好好來研究到底要怎麼跟 我們的政府 中央政府的公財基金 落實與老人的照顧與歴史的照顧 剛才本身也有一定在拜託我們社會 我知道社會有愛與法令的關係 有很多部分 用這個公財基金很困難 但是我要拜託社會 要用心來免費 現在社區老化非常嚴重 由社區理事長帶領之下 社區的志工來租財 來照顧這些政策由我們社會主 在我們的公財基金裡面 可以提供一助的經費裡面 讓社區的志工 照顧自己社區的政策 我想這個經費發揮最少 議員陳淑惠廖紫佑也提出建言 希望公財基金英語能夠有效分配利用 發揮真正照顧鮮明的功效 我們也要拜託社會主 相關的單位 一定要提出公益財卷基金 怎麼來做一個補助 社團補助 社團的活動補助 在我們縣政府的機會不足之下 可以用公益財卷基金來做一個支出 這樣才有活動活動我們整個南投縣的社團 在社團很熱鬧 在那裡進步 這一點我請我們社會主要一起 所以相對的 如果說在我們偷益政策這個方面 如果能夠做一個完善的規劃 我現在不清楚 我們中華館台中市台北市 他們已經有提出這樣的 這個嚴敏計畫要來做 以後來協助我們這些年輕人 願意生孩子 願意有人來替他照顧他的孩子的第一個起步 公裁基金為中央補助款 現行法規有許多限制 但縣府相關單位應該主動積極提出建言 讓中央能夠放寬規定 照顧更多需要被照顧的民眾 民意新聞楊志凱議會採訪報導 以後 Bora 還是 你們 這邊